我们就说违法者 他起码面对正义的声音 应该有一个悔过的态度 就说您把儿子侵犯成这样了 您的悔过的态度在什么地方呢 不能说因为我是爹 所以我儿子白侵犯 但是事情往往有时 不是以我们一直为转移的 我现在仍然想回头 知道吗 我仍然想 如果说我在侵犯儿子的这种权利 对吧 那我现在可以马上停止 通过理论上来总可以马上停止 但事实上是不是我停得下来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您为什么停不下来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桥梁石就出口 我们做好事 我们做好事情是有限度的 假如说所有人都认为 因为我们捐了钱 通过你去把这个善事做好 假如说你不累死在第一线 你就不是人 你就不善良 我觉得这不是您不善良 这是这个捐助者 这个评论者 他不善良 我觉得这里面先别谈论别的 首先是个伦理问题 它不是 不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了 这是人和狗之间的问题 我们人和狗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才能摆正 说的在直白点 我家刚刚发生了一个狗的问题 我家原来养了三只狗 突然有一天 有个小狗把我奶奶给绊倒了 86岁了 我马上打电话找朋友 我说我家有三只可爱的宝贝 你们谁喜欢抓紧弄走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狗狗侵犯了我奶奶的健康生活的这个基本条件 当天下午我就把狗全送走了 我岳父回来不高兴了 说你为什么把我最喜欢的那个皮皮送走了 我说他把奶奶绊倒了 是奶奶重要还是狗重要 我岳父不知声了 女儿回来也说 爸爸你为什么把我喜欢的那个大狗也放走了 我说如果奶奶在院里溜弯的话 叫狗撞倒了 这个损失是我们一家人 所有人都难以承担的这种压力 我觉得我的做法是一个正常的思维 你恰恰是因为相信自己有爱心 别人没有爱心 OK 这样我要反对你一下 正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养狗的人 才导致有我们这样的人产生 知道吗 当时家里面养狗的时候 为什么不想好 家里面有80岁的老太太 为什么要养狗 第一 我没有把狗扔到大街上 第二 我没有把狗送到动物爱护者结会 第三 我怎么做的 我找一个爱狗的人替我养了这只狗 我有什么问题 我恰恰是因为有爱心 那个狗我养了十几年了 我也是忍痛隔岸 因为我更爱我的奶奶 所以我才有选择的 把这个狗送给那些喜欢狗的人 有什么图 我告诉你 你别拿着你的爱心 不是 我告诉你 你真的爱吗 我家说 你爱你的儿子吗 在养狗之前你们没有想好 我告诉你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太多了 养狗之前为什么不想好 你养十多年 那时候你来了只有七十多岁 也是老人 为什么不想好 那我再问一下 对不对 我再问一下 你可以完全把自己的狗管理好 而不是狗一旦出了症 就抛着 你知道对狗是什么感觉 他跟了你十几年 到老了的时候被人抛去 你知道他是什么感觉 你这种狗的感情 我非常 我告诉你 狗跟我们人类多少年了 谁让你冷击 你一万两千多年 你的爸爸 你的爷爷 他跟了你一辈子 他走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我录了 这个节奏